今天这个Vlog就说一下马驰 这款车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话呢 还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改装方案的 相对于国内热衷的飞度或者说亚历士 这车算是一个冷门的存在 车主的话呢是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玩法 跟我比较像就是走台湾路线的那种流用派 在轮毂方面的话呢 它选择了一个Race的T137 Cup的一个造型 套在这款车上面其实真的很漂亮 刹车和自动盘目前是流用了奇达的 一支板灯是启程R30的 也是可以流用到这上面去 外观方面的话 大灯上面的柳叶造型是日本海淘回来的一个灯楣 车身侧面的话呢 后尾就比较有看点了 日版的Nismo S的尾灯 与国产的那个版本造型是真的不同 排气方面的话呢 选择到的是Nismo S的一个版本 logo是在这边 一个Nismo的logo 在内装方面的话车主这个座椅使用的是Buddy Cup的 Buddy Cup的座椅 套的间公牛的23号 凳脚的话是这台车原装的 Burdy的那个凳脚 在挡霸机构方面的话 这里也是用了Nismo的快排 手感真的很棒 换了之后 形成是不及马自达2 但汽物感觉真的很棒 在引擎室方面的话 这台车刚写了一个台湾特条的程序 保底是122马力 节气门选用的是轩逸的 日常轩逸的一个2.0的节气门 这里用的是一个BMC的高流量空气格 这里再有一个进气的补充 在减震方面的话 用的是台湾BC的V1 因为相对于这么短轴距的车 太硬的避震会真的很漂亮 logo是在这边 在减震会认识吗?